我們看這一題 他要你解這個分式方程式 然後再求他所有根的合 那我們就直接給他通分 一通分的話這個領多少 這就是x x加1 x加2 x加3 那這個的話就這兩個 這是x加2乘x加3 x加2 x加3 再加 這個跟這個一樣 所以是x x加3 再加多少 這後面兩個 x加1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分子 有多少分子 分子的話這展開以後就是x平方 加5x加6 x平方 加3x x平方 加x 那加起來就是3x平方 再加9x加6 可以重入3來 x平方 加3x 加3 加3x平方 這可以意思分解 把意思分解成3x加2 乘x加1 所以這個分子 所以這個分子就是3倍 x加2 x加2 x加1 好那這個可以約分 這個跟這個約掉 這個跟這個約掉 那這個跟這個約掉 那如果約掉的話就必須什麼呢 必須x不能等於負1 且x不能等於負2 好等一下解出來的話 如果呢有這個根的話要把它挖掉 好然後呢這個就變成多少 這個左邊的話就變成多少 x乘x加3 2分之3 然後再把這個移過來 減掉多少呢 x平方 減2x 減6 1分之1等於0 那我現在給它通分 通分以後就是 x x加3 3 乘以x平方 減2x 減6 分之多少呢 這樣一乘的話是 3x平方 減6x 減6x 減6x3是8 一過的話是 減s平方 再減3x 好那等於0 那等於0的話 那這個分母不等於0 這個要等於0的話 代表這個分子要等於0 分子等於0的話 我們要整理一下 就是2x平方 這個是減掉9x 9x 然後再減掉18 減掉18 減掉18 就這樣子 減到18 這等於0 那我們看看呢 x會不會等於1 不會啦 等於x2呢 x2也不會嘛 所以的話 我就可以求他2根的核 2根字核 alpha再別碳 等於多少呢 A分子負B嘛 2分子負的負9 所以是等於2分子9 所以答案是2分子9 所以這一題 答案的話應該要選C 到2分子9 到3分子9 完成了